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造谈说 本节目以台北广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造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中文书名叫做两种上帝 这是心灵工坊的新书 那有意思的是 这本书原来英文的书名 是The Question of God 这不是上帝的问题吗 为什么会翻译成为两种上帝 因为在这本书里 我们的作者阿玛尼科里 他最重要的是要为我们呈现 两个人对于上帝的看法 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尼科里他的背景 他曾经在哈佛医学院担任 临床精神病学的副教授 并且在Mass Journal医院 从事临床工作 临床主要的对象是失去父母的儿童和青少年 他的研究专长和关怀 也在于探讨父母缺席对于儿童和青少年 情感发展的影响 他曾经共同编辑撰写第三版 哈佛精神医学指南 另外他还是纪录教非盈利游说组织 家庭研究委员会的创始董事会成员 而这本书和他的资历最密切相关的 那是他长期在哈佛大学和哈佛医学院教授 关于弗洛伊德以及C.S. Lewis相关的课程 所以两种上帝指的就是 这两个人很不一样的信仰 所以我们看一下说明副表题 如果直接翻译的话 那这本书也就是关于 C.S. Lewis和弗洛伊德 他们两个人对于上帝爱信 还有生活意义的辩论 为什么要凸显两种上帝 其实指的是两个人很不一样的 两种信仰的态度 所以Nicoli在书的前沿 一开头先把我们带到 1939年9月26日上午 地点是在伦敦西北方 一个叫做Golden Screen的地方 亲朋好友去去 干什么呢 要送Sigmund Freud 最后一层 一滴火化了之后 由Annes Jones致辞 说如今他已入土 如他所愿 一切重建 不发破文 没有破章一事 而另外一位在场的是 奥地利20世纪 最重要的作家 Stéphane Tsevig Sigmund Freud 他自此结尾预言说 而今而后 我们深入探索人类心灵的迷宫 无论走到哪里 弗洛伊德的智慧都将光照我们的道路 在星期天的纽约时报头版报道 Dr.Sigmund Freud 于流亡中此事 享年83岁 副标题 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并是伦敦附近家中 报道叙述了 弗洛伊德 为了逃避纳粹而出亡 纳粹焚烧他的作品 指责他的理论淫晦 并且向他勒索赎金 才让他得到了自由 报道当中也提到了 弗洛伊德 享誉世界的声望与地位 说他是最具争议性的科学家之一 他使精神分析成为全球讨论的话题 他的思想已经渗透进 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语言 青少年时期 弗洛伊德就展现了非常高的天分 连续七年在班上名列前茅 大学医科以最优的成绩毕业 进入维也纳大学 那个时候他才17岁 以多种语文波兰群术 并且从事研究 涉猎了领域 从物理到哲学 弗洛伊德在科学上的贡献 今天的史家经常跟普朗克 或者是爱因斯坦并列 要讲到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 经常也将弗洛伊德名列其中 最近他还和爱因斯坦 一起登上了时代杂志 本世纪最杰出科学家特刊的封面 另外在一本百味 最具有影响力科学家的书中 弗洛伊德排第六 今天我们经常所使用的一些名词 英文像是ego repression complex projection inhibition neurosis psychosis resistance sibling rivalry 乃至于Floydian slip 这些真的在英文当中 运用的非常的普遍 但一般人也许不知道它的出处 在已知的各种心理模型当中 弗洛伊德所创造的或许仍然是最走延的 而当今的心理治疗 方法不下白种 或多或少 也都还在使用弗洛伊德的观念 最重要的是 在对人类行为的诠释上 弗洛伊德的理论 影响至局 不只鉴于传记文学评论 社会学 医学 历史 教育 和伦理 买自于进入到法学当中 另外 在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 幼年生活经验重大影响 成年后的思想感情和行为 今天我们更是 视之为 理所当然 由于他的思想影响无可动摇 有些学者甚至将20世纪 称之为 是Floydian century 弗洛伊德世纪 弗洛伊德留下来的心智遗产当中 有一部分是他极力主张的 无神论 人生哲学 这个观点 他称之为 科学世界观 同时他也长期对抗 他称之为宗教世界观的 精神世界观 弗洛伊德的哲学性论处 广为流传 阅读力远高过他的诠释性 或者是科学性的著作 在西方文化的世俗化当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7世纪 是天文发现 凸显了科学与信仰之间 无可调和的冲突 18世纪 接着有牛顿物理学 19世纪 有达尔文 20世纪 那就出现了弗洛伊德市的 无神论 再下来 妮克里就把我们 带到另外一个场景 那是在弗洛伊德 逝世之后 24年 1963年 11月26日的上午 地点是在英格兰 伦敦东北方 在奥克斯福 朋友跟家人 齐聚在圣三一教堂 这时候是要悼念 C.S. Lewis 于是在引述经文 主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之后 揭开讯悟 于是结束 人群 缓缓而走 走入白日清朗的冷窍 莫送棺木 从教堂 依领到墓园 1963年 11月25日 也就是前一天 纽约时报 是整版报道 JFK 盖莱蒂总统遇刺 不过其中 有一脚 仍然有一个标题写着 作家 C.S. Lewis 世世 享年64岁 照片下方 报道文长树栏 扼要叙述 C.S. Lewis 多彩多姿的一生 说他的学术圣就斐然 实至名归 并且评论了 他销量数以百万计的学术 和通俗著作 同时特别提到 他是在改变了世界观 从无神论者 转成了信仰者之后 他的作品 才大获成功 C.S. Lewis 他身为牛津名师 著名文学评论家 也是20世纪 最负众望的 理性宣教大师 1963年去世之前 他就已经名阳国籍 24世大战期间 在Winston Church 丘吉尔之外 BBC英国国家广播不动时 最为听众所收知的声音 是来自于C.S. Lewis 战后数年 时代杂志 用封面故事 将C.S. Lewis 誉为精神世界观 最有力的代言人 他的书 持续热卖 影响力日程 1998年 C.S. Lewis 百岁诞成纪念 全美国跟欧洲各地 纷纷举办 他的作品研讨会 他的Narnia 风行世界 为全球无数的儿童 开启了想象力 有关他的行仪 身品 文学的著作跟文章 汉牛冲动 C.S. Lewis 研究社 遍布了各个大专院校 再加上 Shadowland 这是以 C.S. Lewis 的真实故事 改编获奖的 伦敦 和百老汇戏剧 再加上电影 在在可以看得出来 他日以为 世人 津津乐道 在牛津 念大学的时候 C.S. Lewis 就展露了才华 拿下三贯网 在三项学术领域 都迷列前茅 是非常难得的 最高荣誉 毕业之后 他留在 牛津大学任教 接下来 三十年当中 他先教哲学 然后英国文学 1955年 他离开牛津 转到 Cambridge的 McDellin College 讲授 中古世纪 以及 文艺复兴时期的 英国文学 无论是在 牛津 或者是在 剑桥 C.S. Lewis 他所开的课程 广受欢迎 教室里 积满了学生 前半生 C.S. Lewis 他拥抱 无神世界观 经常引用 弗洛伊德理理论 为自己的 无神论 辩护 然而 后半生 他却扬弃了 无神论 成为 虔诚的信徒 发文反驳 弗洛伊德的 反宗教世界观 说服力十足 举翻 弗洛伊德的议论 C.S. Lewis 无不足处反应 两个人观点 犹如两条平行线 如果说 弗洛伊德是 唯物论的 首席发言人 那么 弗洛伊德 攻击 唯恐不及的 精神观点 他的首席发言人 就是 C.S. Lewis 可惜的是 两个人从来没有 面对面 交锋过 刚开始在 牛津教授的时候 C.S. Lewis 才二十来岁 而弗洛伊德 已经年过七旬 当时弗洛伊德的理论 已经广受讨论 因此 C.S. Lewis 对这门 新兴的心理学 也相当的熟悉 这次更早的时候 C.S. Lewis 还在牛津念大学 专攻文学评论的时候 弗洛伊德 就已经是 新文学评论的 开山主师了 后来 弗洛伊德 获取 看过 C.S. Lewis 的模写 早期作品 譬如 弗洛伊德 去世前几年出版 颇受好评的 Allegory of Love 爱情预言 弗洛伊德 也可能读过 C.S. Lewis 的 Pilgrim's Regrets 天路归城 在这本书当中 C.S. Lewis 就嘲讽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 将书中人物 取名叫做 Sigisma 这是弗洛伊德的原名 Sigma 是弗洛伊德 到22岁 才改的 这是 他们两个人 在个人生涯上 非常少有的 可能的互动 我们休息一会儿 等我后来继续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谢晶晶 最丰富的资讯 最热情的音乐 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听见台北的声音 拥有有颗热情的心 拥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感谢你 感谢你继续收听 扬照弹书 本节目 我们在台北广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到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心灵工房》的新书 由英文翻译过来 作者是阿曼妮克雷 这本书 书名叫做《两种上帝》 为我们呈现弗洛伊德和C.S. Lewis 他们关于上帝问题的理论思辨 那在书里面 妮克雷他也就解释 为什么选择弗洛伊德和C.S. Lewis 首先这两位先生 都有大量诅作谈论一种 特定的 具有代表性的世界观 而且深度 清晰 惊讶 一应俱全 弗洛伊德德德国 令人称现的 哥德奖 C.S. Lewis 则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 博览群书 著作等身 更重要的是 两个人都写过自传 还有无数的书信 可以供我们 细来享乐 他们的生平心仪 他们有如两面 清澈的透镜 让我们得以详细 来解释这两种观点 这两种世界观 是否只是思想性的推论 而无关对错呢 当然不是 西本前提是上帝不存在 另外一个是相反 前提是上帝存在 因此两者互不相容 换句话说 如果一方为对 另外一方必为错 既然如此 我们要问 知道何者为真 有那么重要吗 没错 弗洛伊德和C.S. Lewis 都认为的确如此 两个人都穷尽大半身之力 来探讨这些问题 反复的质问 真的是这样吗 上帝是否存在 弗洛伊德念词才词 从他的书信集里 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早在威云纳大学 念书的时候 上帝存在的问题 就已经一直不断地 出现在他的生活里 在他的思想论述当中 更是意义观止 一直到他最后一本大作 那就是Moses and Monotheism 摩西与一神论 在世界观的问题 这篇文章当中 弗洛伊德历史上帝存在的说法 针对受苦的问题 Suffering 弗洛伊德提出了 心理学的论点 说神的概念 其实别无其他 只不过是 面对人生的苦痛 无常 炙弱的心灵 渴望父母保护的一种 心理投射而已 同时 针对抱持精神世界观的人 所提出的看法 针对信仰源自神圣 是人心所无法理解的 圣灵赐给人类的天启 弗洛伊德也提出了反驳 说 这明显是在逃避问题 并且说 真正的问题在于 圣灵云云 天启云云 是不是真的存在 而不在于 不能质问这个问题 C.S. Lewis在这方面 他跟弗洛伊德 有同样的看法 就表示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一定要问 C.S. Lewis在写着 按照某些人的说法 这里有一扇门 门后面等着你的 是宇宙的奥秘 此说 非真即假 如果是假的 那么 说门后常有什么 那就是 史上最大的骗局 但许多人都支持 C.S. Lewis的结论 那么照理说 C.S. Lewis应该是对的 如果这不是真的 那么精神世界观 不只是胡说谎言 而且是对人类 最残酷的玩笑 如此一来 我们就别无选择 唯有接受 弗洛伊德的意见 孤独无助地 活着 面对人类 在宇宙当中的 严酷现实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 情况 尽管严酷 我们或许找不到 什么慰藉 但毕竟将自己从 不切实际的 虚假期望当中 解放出来了 但如果精神世界观 是真的 那么其他一切真理 也都无关紧要了 因为对人生来说 就没有比这影响 更重大的了 弗洛伊德和 C.S. Lewis都认为 上帝存在与否 是人生最重大的问题 但两个人的结论 却互为矛盾 所以这本书 特别选择了 他们两个人 让我们来看看 他们是如何达成 自己的结论的 我们到底应该相信什么呢 看一下 C.S. Lewis 在他人生 非常明确地 分成 无神论时期 以及 改变了之后的时期 在接受 无神论的时期 C.S. Lewis 他认同 波洛伊德的观点 宇宙之水存在 它的发生 寸出于意外 但面对宇宙 如此的浩瀚无垠 细密精确 秩序井然 最终 C.S. Lewis 他仍然不免要问 如此 无一伦比的反复 再在显示 必要有一个 大能者的存在 宇宙之外 另有一个 创造者存在吗 对这个 无比重要的问题 弗洛伊德的回答 暂定截铁 没有 按照他的说法 所谓天上 由于理想完美的超人 这个观念 显然幼稚无知 完全脱离现实 可恼的是 居然有这么多人 无法跳脱 这样的生命观 然而 弗洛伊德有预言 只要接受更好的教育 再多的人 也会从这种宗教神话当中 超脱出来 弗洛伊德提醒我们 世界不是幼儿园 敦促我们去面对 残酷的现实 在宇宙当中 人类无所依靠 总之 弗洛伊德大声疾呼 你们要长大 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之后 C.S. Lewis的回答 同样 斩钉截铁 他说 有 他断言 宇宙到处可以见到指标 一如康德所说的 星辰遍布天际 道德自在人心 在在显示 有一个大能者在眼 他蹲出我们 张开眼睛 环顾四周 领略自己眼目所见的一切 总之 C.S. Lewis大声疾呼 他说的是 觉悟 无论弗洛伊德 或者是C.S. Lewis 所给的答案 都果断清晰明确 但互不相容 无论在学术著作自传 或者是医生 所写的书信当中 弗洛伊德都说自己是 唯物主义者 无神论者 不信神的医者 异教徒 以及无信仰者 去世前一年 弗洛伊德82岁了 在给地史学家 Charles Singer的信里面 却说 无论在世人生活 或者是在著作当中 我从不讳言 自己是一个 彻底的无信仰者 但他显然忘了 在给 Silver Stein的信当中 他曾经犹豫过 不过 那是他求学生涯当中 一段 为时甚短的时期 在他的哲学论处里 弗洛伊德给人 做出了分类 但不是按照 精神医学分类 而是把人分成 信仰者 和 无信仰者 无信仰者 包括所有自称 唯物主义者 追根救敌者 怀疑论者 不可知论者 以及 无神论者 信仰者 则包括了 所有理智上赞同 有某种 超自然存在的人 以及 类似 C.S. Lewis 这一类 经历过 精神上的转变 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并且使自己 成为新人的人 弗洛伊德称他的世界观 是科学的 因为他的前提是 知识只能够来自于研究 当然 这个基本前提本身 就不是建立在 科学研究上 相反的 他只是一个 无法验证的 哲学假设 知识来自于研究 而不是来自于 启示 这是一种 假设 弗洛伊德 显然明白 上帝不存在 这个否定命题 就逻辑上来说 是无法加以证明的 因此 他如果要为 自己的世界观辩护 唯一的方式 是把相对立的世界观 扁到一无是处 因此 伯洛伊德 对精神世界观 采取了 有系统的持续攻击 攻击不予以利 他写着 奇迹故事 与严谨观察 所传达的讯息 是相抵触的 并明显背离了 人类想象力 所产生的影响 他一口咬定 甚至充满了矛盾 篡改和造假 又说 有头脑的人 无法接受 信仰者的 非理性 或童话故事 而另一边 人生前三十年 C.S. Lewis 他认同 布洛伊德的 无神论 迈入青少年之后不久 维吾论 就已经在 他的心中定型了 在此之前 却是参加 传统宗教活动 一概为家庭 和技术学校的 规矩是从 强制性的礼拜仪式 是做白日梦的机会 在自传当中 C.S. Lewis 回忆说 宗教体验 完全没有 照本宣科做祷告 时间到了 去上教堂 觉得这一切 既厌烦 又无聊 机械式的 信他的教 不觉得 有什么乐趣可言 童年的宗教 只留了残疾 技术学校的生活 更是逐渐 将这样的残疾 给抹除了 青少年后期 在给同龄朋友 所写的信里 他就说 我不相信有上帝 即使在这样的年少时期 C.S. Lewis 已经简明二摇地 交代了自己 十年之后 他到牛津任教 Lewis 他就经历了一次 重大改变 从无神论 转而变成 以旧约和新约 为本的信仰 同时当中 普有他身为敬仰的 才俊之士 和他们深入讨论之语 多年来 阅读某一些作家作品 C.S. Lewis 他就建立了 坚定的信仰 不只是相信 有一个宇宙的创造者 而且相信 这位创造者 曾经介入了 人类的历史 在C.S. Lewis 创销著作的序言当中 他用了十几个字 倒出了他的世界观 世界有一个上帝 耶稣基督 是他唯一的儿子 并且在书里 做了更详细的交代 他说 全体人类可以分成两类 相信有一神或多神的多数人 以及不相信有神的少数人 所以 布洛伊德和C.S. Lewis 他们两种不一样的看法 两种不一样的断言 但是关于同样的一个上帝 如何看待上帝 会用什么样方式 影响不只是人的信仰 乃至于 人如何面对这个世界 如何处理生活 这本书就是用这种方法 来为我们讨论 心理学和宗教之间 非常特别的互动 作者是Arman Nikoli 书名叫做 《两种上帝》 我们该信什么 该怎么活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到晚时间 再会 《两种上帝》 《三种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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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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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